在吉隆坡用一套公寓都不到的钱 就可以拥有这么大这么舒服的洋房 您觉得是否考虑一下 每个人选择自己的居住地都有所不同 有的选择高楼林立 物理堂皇 生活便利的大都市 有的选择无敌海景 海风洗洗 每天云淡风清 随着年龄增长 我们从群居慢慢习惯了独处 独处不是避世 而是更能静下心来与自己自爱 感受着时光的流淌 嗨大家我是秦旭 今天我们身处在位移新山 占地拥有1765亿亩之大的 全马来西亚最大的生活社区里 在这个生活社区里 主打一个生活就像每天在度假一样 它是一个极致的度假式生活体验 在这里我们除了有连排 有双拼 也有每一栋独特的独栋别墅 那么这些尤其是这些独栋别墅 每一套都是有特别设计 非常的别墅心裁 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这 那我们从最小的单位开始看到最大的单位 那么历舍庄园 我们走起 嗨我是秦旭 今天我们来到了 历舍庄园的第二套洋房 这第二套洋房是属于双拼的 跟刚才我们看的是不同 之前是属于连排型的 双拼我们在这里叫半独立室 它土地面积是235平米 建筑面积有332平 那么它是属于三层式的设计 但是因为碍于这个地形的原因 它做成了三层 但是有斜面的 采光非常好 等一下客厅的部分非常的素材 我们自己看一下 那来到大门处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间是非常足够 这里足够于放两部车 而且旁边这个位置呢 还有一片开放式的草地 比如说你想在上面种点花 种点你喜欢的植物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现在到屋内看一下 OK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房子是建于地形的斜坡之上 因为这个开发商他不喜欢去改变自然的地形 他们会按照原本原生态的地形上面去建筑这样的建筑 所以这个房子我当我走进来的时候就有非常一种圆洞式的感觉 那我们也知道人类啊以前就是我们是在学居的动物嘛 所以呢当人来到这种空间就非常的舒服 那首先我们从大门进来之后呢 这里不是客厅的空间哦 它的客厅是在楼下的部分 那么卧室主要的卧室就在楼上的部分 那我们首先来到了房子里面呢 左手会是一个公共卫生间 当你的朋友或者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呢 先可以利用这个把自己清洁一下在到房子里 那在洋房的这一层呢 有一个卧室还有一个保姆间 那我们首先先看一下卧室部分 那这间卧室呢就非常方便 有一些腿脚不太方便的老人居住了 因为他一进来就到了自己的卧室 这整个房子不只是卧室 都是采用这种玻璃式的设计 采光是极好 加上它是在斜坡 所以每一个每一层的采光都是非常极佳的 而且非常的通透 那周围呢有非常多的绿植 加上这个房间还能看到这个会所的泳池 水跟天还有植物的影射之下 非常的舒服 那这个卧室呢也是一个套间 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卫生间还是名为 那么在这一层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卧室 一个佣人房 一个储物间 还有一个共用卫生间 那么现在我们这层就看完了 我们去看一看它的客厅长什么样 当你走下这个楼梯的这一刻啊 映入你的眼帘呢 首先绝对是这个超六米高挑的空间 加上它周围全是这种倒顶的玻璃设计 所以整个空间呢明亮通透 加上周围绿植的环绕 让你非常的舒心 带着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景色 是不是给你有一种 每天都在度假的感觉 那就没错了 历舍庄园主打的卖点 就是让你每一天 都像住在度假村里面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客厅的部分呢 肯定是房子中的最重要的部分 那么它不但代表了我们家人之间 相处融洽的温馨空间 也是当我们接待远方来的朋友 倾盆去我们的时候的重要部分 在这个洋房里啊 除了客厅之外 我最喜欢的部分呢 绝对是这一个凉亭式设计的部分 当你只要把这个倒顶的玻璃门推开 除了凉亭呢 成为你的客厅的一部分 当然周围环绕的这个自然景观 马上也成为你客厅空间里的其中一部分 那在这里呢 你平常可以跟朋友啊 打打麻将 或者说你想跟朋友来个下午茶 都是绝对舒服的 在环绕这个凉亭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水元素 加上绿子岛的设计 这种的设计 让你在心烦的时候啊 真的你看到它们的时候 会有一种心旷神移的感觉 所以每当我们有什么烦恼 我们可以有一个地方 可以逃避一下 放松一下 就是需要这样的空间 但你突然间觉得 这个停止的面积还不够的话 没关系 我们再把这个门推开 马上再增加了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呢 如果说你再放上一个打烤箱 你可以跟朋友来一个烧烤晚会 接下来我们从这个角度往内看 客厅 餐厅 厨房 一体式的这种设计 单单这个空间就高达100平米左右 非常的合适 空间加上调高 这是最完美的配合 大吊灯是一张非常刁砖 也非常奢侈的东西 只有这样高挑的客厅 才能配上大吊灯 L型的沙发加上大电视 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除了想到温馨之外 基本上已经抛除了所有的烦恼 在这个洋房的装修方面 我们看到大量的木元素 加上现代式简约的风格 当你接近大自然的时候呢 其实你身处就已经在大自然里 是不是有一种非常刚才我在入门时候说到的 洞穴的这种居住的感觉呢 客餐厅一体式的设计 主要是让整个空间有更大的开阔性 但是在这个同时 你也可以在一面就餐的时候 一面跟其他的倾盆器友 相处在同一个空间里 这种感觉比较亲近 那么我们也看到餐厅的部分 往外又是一个落地玻璃 这个落地玻璃一打开 你有一个小草坪 这个小草坪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烧烤炉在这 如果说你觉得在前面烧烤已经觉得闷了 那你可以来到这里烧烤 同样不同的感觉 镜头过来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现在看到的视野 在你视野里呢 除了通透性大自然 还有家人们温馨谈话的笑脸 非常的舒服 在这里的开发商提供了西厨中导 那么西厨中导对于很多亚洲家庭来说呢 它并不需要 如果你不需要这个西厨中导的 我建议可以把这个西厨中导移除掉 那整个空间看起来会更加的庞大 更加的舒服更加的通透 因为呢在我身后呢 马上就有一个中厨的空间了 看一下 来到了房子的功能区 房子功能区也是中厨的空间 那我们知道了 作为亚洲家庭啊 煎炸爆炒肯定是免不了 那么肯定会有比较大的油烟 所以在这里的设计呢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种可以让空气流通的设计 比如说玻璃门后门 当你做一些油烟比较大的烹饪的时候 可以把它打开 甚至可以把百叶窗也打开 这样你的油烟不会累积在这个地方 也不会影响到你其他的空间 这样的设计非常的有用 冲过后门 你就来到一个小草坪的地方啊 也有一个桌子 可以在这边用餐的地方 当然你在餐厅的部分 也是从这个玻璃门这里 可以出来的一个小厂坪空间 我们看完了客厅空间 用餐空间 厨房这个功能空间之后呢 最重要的部分来了 我们去看一眼 主卧室的空间 看主卧长什么样 走 那我们经过了这个洞区空间 我们马上就要到进区空间 进区空间呢 都是由三个卧室组成的 其中有最重要的就是主卧部分 那么经过这个地方呢 我想到就是这面墙啊 其实可以作为你们家族 成员照片的一个展示区 会特别的温馨 我们时常看到一些比较老式的 这种洋房设计呢 时常在楼梯的部分 会显得比较阴暗 但是在这种新式的设计里面呢 天窗是必备的 就像这个房子 整个的楼梯 阴暗的楼梯间啊 让它整个变得非常的阳光 非常通透 那首先来到了进区空间的转角处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到底橱柜的一个设计 这个橱柜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非常的实用 我们看一下主卧空间 我们看一下主卧空间 那首先我来到这个主卧的时候 也是这个落地玻璃设计非常通透啦 那么这个主卧的这个长度 还有宽度都非常的合适 我们不单可以在这个角度啊 可以看到很远处的一些绿植的设计 而且每天早上起来 地铝阳光就会照射到你床上 那在主卧的后部分呢 有一个步入式的这个衣帽间 那你主人肯定是最爱啦 加上这么大面积的梳妆台 摆在这儿 那主卧肯定要跟别的卧室不一样 对吧 大阳台是必备 大阳台必备 为什么必备呢 因为在这个空间里 你可以跟你的最亲密的另外一半 聊聊丝和远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主卧 首先你走进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这边特别的温暖 特别的通透 因为阳光非常足够 另外呢 这个主卧是干湿分离 干湿分离的非常彻底 另外双台盆设计 我每次强调呢 主卧一定要双台盆 这样你在洗漱的时候呢 不用去抢一个空间嘛 最特别的是这个浴缸的部分 后面的这道玻璃门是可以全打开的 所以你在享受泡泡浴的时候 你可以同时享受阳光浴 我觉得这种这样的房子啊 刚好适合比如说四口家 五口家的这个家人在这边居住 这里啊非常适合大家来这里躺平啊 这里周围都是这种绿磁环绕 然后是一种庄园式的设计 非常的低密度 在吉隆坡用一套公寓都不到的钱 就可以拥有这么大这么舒服的洋房 您觉得是否考虑一下 那我是秦萱 今天这套房子我们就看到这里 接下去呢 我们还有更精彩的部分 因为利舍庄园有连牌 有半独立 还有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它的这种Villa 解锁它最神秘的庄园部分 我们下期见